我那离家十载的夫君如今进成了威风凛凛的大将军 特意接了一家人前往京城享福 然而,刚到京城,便被一位王府郡主拦住了去路 那郡主盛气凛人的扬言道 将军与本郡主两情相悦 你若识去,自贬媒妾 本郡主尚可赏你一口饭吃 阿奶,伙母,以及大姑子 小姑子一听这话,顿时怒不可恶 操扔他不慎地道的金枪 将郡主骂了个狗血淋头 我站在一旁,眼眶泛红 心中暗自私存 若那死鬼真有了二心 我便卷起铺盖,回去继续经营我的小买卖 绝不委屈求全 却未曾想,我那夫君的嘴就如同黄蜂美后的独针一般 言辞犀利至极 无数次,我曾在脑海中勾勒与严信重逢的画面 想象着他紧紧拥我入怀 红着眼眶,诉说思念 而我泪流满面回应着不辛苦 可现实却大相径庭 我们竟被一盛装女子拦住去路 那郡主只高气扬地要我自贬为妾 还扬言日后赏我一口饭吃 阿奶,婆母和两个姑子立刻火力全开 骂得那郡主狗血淋头 而我,极力压抑着内心的情绪 努力装出一副懦弱 可怜,害怕又无助的模样 当言信匆匆赶来 他先是斥责了自己的姐妹 又劝说阿奶和婆母不要闹事 接着才对着那锦衣郡主 恭敬地唤一声郡主 恳请他大人有大量,别与家人计较 自始至终,他只是淡淡地扫了我一眼 便迅速磨开了视线 他变了 曾经那个爽朗,满眼都是我的少年 历经十年岁月 即便有书信往来 倾诉着思念与牵挂 淡淡和迟短情长 时光流转,人心一变 我脑袋嗡嗡作响地回到马车上 他说了什么 他们又劝问了我什么 我全然没有听进去 此刻,我的脑海中 已飞速盘散着数条对自己最有力的退路 将军府宏伟壮观 下人们恭敬有礼 一口一个夫人,满是讨好之意 我微笑着应下 看着自己居住的屋子 富丽堂皇 随便一件物品的价值 都抵得上我那茶水铺 一年半载的收益 我让丫鬟和婆子们退下 他们面面向去后 公事运从严信进来时 我正仔细端详了一个玉葫芦 瞩目着它是真是假 能吃多少银子 盘算着离开时能否偷偷带走 转手一迈 后半生便有了保障 突然,我被他紧紧抱在怀里 他带着怨气问道 怎么 十年不见 在你眼里 我还不如这死物 那是自然 起码他不会在外年花惹草 我更不会被人拦住 当众羞辱 媳妇 你可冤枉死我了 我与那郡主之前素不相识 只是来京途中 顺手救了他一命 哪曾想他就赖上我了 还说要一身相许 早知他恩将仇报 我当初打死都不会出手 媳妇 你一定要相信我 我对你的真心日月可见 苍海可 他言辞恳切 深情款款的模样 与曾经似乎并无二指 我紧紧盯着他 试图从这张熟悉的脸上 找出他说谎的蛛丝马迹 可他笑得格外开怀肆意 冷厉的眼眸中满是真诚 我挣扎一下 没能挣脱 笑骂道 倒是找了一张会说的好嘴 那可不 不好好解释 媳妇生气不搭理我可怎么办 言心说着就朝我亲来 我急忙贴开头避开 他争论片刻 随即满脸委屈 媳妇 你不让我亲 一直赶路 身上脏 这还不简单 我早吩咐人准备好热了 这就带你去洗洗 不是 言信 我 脏不是真的脏 洗洗也并非单纯的洗洗 结果 午饭没吃着 晚饭差点起不来 丫鬟在门口请示说 晚饭已备好 询问将军什么时候开饭 问将军 哦 这可是我的院子 二 媳妇 你如果是端进屋来吃 还是去阿奶那边吃 去阿奶那边吧 德雷媳妇 我给你拿衣裳 言信殷勤又热情 我那些挖酷的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 等穿戴完毕 他去开门 鸭黄的端着盆 捧着面巾进来 我看到那盆金光闪闪 便看向言信 他笑着点点头 有钱也不是这么挥霍的 而且他才被封为将军 出道京城根基不稳 若被人抓住拔柄 可如何是好 这是皇上赏的 咱家就这一个 皇上赏的 不应该供起来吗 阿奶 娘那边都没给 就给你了 看我对你多好 我忍不住笑出声 世人常说金盆洗手 他这道好 成了金盆洗脸 我实在不习惯有人伺候 尤其是这些丫鬟婆子 看是恭恭敬敬敬 可他们敬重的并非是我 于是我自己动手收拾 整理好走出镜房 只见言信坐在凳子上 面前的丫鬟 婆子跪了一地 这是怎么了 言信立刻上前扶住我的手 温柔而又坚定地说 你才是这将军府的女主人 大事小事 衣食住行 自然都要由你拿主意 那些鸡毛蒜皮的事儿 都来问我 我哪有那么多空闲 他们有的是皇上赏赐的 有的是从外面买来的 只来当母族必伺候你的 若有部长的想找事 你是主母 只管打杀发卖 我必过问任何人 卖身契都在呢 一会儿我拿点你 丫鬟 婆子们门眼 头垂得更低了 言信的放权 让我十分受用 所以 在前往阿奶住处吃饭的路上 她牵着我的手 我扣扣她的手心 然后反过回去 难得一家人坐在一桌吃饭 言信如今出人头地 是言家最有出息的阿朗 奶倒还好 看上去与以往没什么不同 可爹娘说话时 却隐隐放低了姿态 我深知他们的打算 也明白他们为何如此 当年征兵 我们才成亲半年 本不该轮到言信 言信的两个哥哥不肯去 弟弟又被爹娘不舍 他爹指名道姓要言信去 言信本就有一去拼搏一番 可又担心自己一去不回 便要求爹娘分家 把我们三房分了出来 即便他不在家 我也不会受爹娘和兄嫂弟媳的欺负 这些年 言信虽未回过家 但书信不断 随着他的步步高升 他爹娘对我还算不错 又有阿奶维护 我自己开了糖水铺子 日子过得不愁吃穿 他的兄嫂弟媳也不敢随意欺负 如今他爹娘姿态放低 怕是想要合家 让言信养活这一大家子 他爹娘几次想提起此事 都被言信插科打昏过去了 他还一本正经地跟阿奶说 阿奶您放心 我努力着呢 保准过几个月就有好消息 我争取和阿诺三年报两 五年报三 我垂了他一拳 当我是老母猪吗 这么能胜 言信握住我的手 阿奶笑着说 好好好 那你们可要努力 早日让我抱上众孙子 趁着我老婆子精神头还不错 能别名代几年 但凡言信想哄一个人 必定能把人哄得心花怒放 就像当年哄我 如今哄阿奶一样 他说如今他出息了 阿奶就应该一样天年 大孩子这种辛苦活 有丫鬟婆子呢 他老人家只管吃饱喝足 好好养着 身体康健 多活几年 就是他言信最大的福报 把老人家逗得又是哭又是笑 既心疼他在战场上吃尽苦头 又庆幸他活着回来 还前途是己 至于言信的爹娘 他似乎没怎么搭理 对两个姐妹也不是很热闹 三 回到主院 言信说要与我开诚不公地谈一谈 谈什么 你对我太冷淡了 我想知道原因 首先 这十年我在边疆没有睡过君记 也没有须碧养妾 更没有和小寡妇就缠不清 没有搞出几个数字数语 郡主的事实例外 我会处理好 暂且不提 那几个养子 都是捡来的企儿 或是扔牙子手里买的孩子 你是知道的 至于银钱 我在信里说过 既给你太多会惹人注目 对你不是好事 但给的也足够你吃喝花用 我也警告过爹娘 他们不敢随意搓摸你 否则 我若死在边疆也就罢了 若我活着 少不得跟他们呢 为你讨个公道 分别十年 我原以为重逢之日会清清热热 你浓我浓 可你却对我冷冷淡淡 阿诺 是我哪里做错吗 你说 我一定敢 若真如他所言 哪也是他做错了 分明是我一身一鬼 小肚鸡肠 我再也忍不住 浮在他胸前痛哭出声 哭我因劳累晕倒而失去的孩子 哭这十年 若不是阿乃成妖 教我独立坚强 还让我赚了银钱自己留着 不要告诉任何人 有多少银子 从而免去了不少算计 至于公婆 他们太过了解严信的性子 确实没有搓摸过我 又因为分家当过 凶嫂 必喜对我也还算客气 我只是觉得委屈和害怕 十年分别 夜夜孤枕难眠 独自撑起铺子 其中的辛酸苦楚难以言表 养了几年的女儿 人家爹娘寻来带走后再无消息 也不知她是死是活 过得好不好 至于言信 她步步高升 想要什么样的女子没有 我只不过略是几个大子 也并非倾国倾城之茂 更是年纪见长 能不能生育都难说 我不敢闹 不敢说 只能维护人那微弱的自尊 她若无情有二心 我绝不作践自己 言信没有出声安慰 也没有多言 只是轻轻拍着我的背 等我哭到哽咽打嗝 她才说到 哭出来后 是不是觉得好说许多 这些年 我知道你委屈 我也想过接你到边疆 但 一军守将不以身作则 怎么服众 你该信我 无论身去什么位置 我依旧是那个 追在你屁股后面跑的言信 世上女子千千万万 只有一个许诺 今日来你的郡主也好 那些口口声声说 不穷名利嫁我的女子也罢 个个都口是心非 为的都是我身份地位 带来的富贵和荣光 糟糠之气不可泣 辜负真心之人 该千刀万剐 死无葬身之地 我紧紧捂住她的嘴 你别说了 我信你 你身上的伤疼不疼 言信黑黑直笑 不气了 我忍不住狠狠捶她 她握住我的手 亲了又轻 胆开道 这世上也就你会心疼我痛不痛 痛 怎么会不痛 好几次命悬一现 差熬不过去 我就想 若我真死了你怎么办 改嫁 我可不办 想到你 我又充满了憧憬 她说的轻巧 可其中的艰辛 只有上过战场 经历过生死的将士才会懂 她能活着回来 除了命令 也是上天庇佑 只要你所言没有一个字虚假 我不跟你闹 咱们好好过日子 我言信对天发誓 若所言有一句虚假 天打雷劈 不得 我捂住她的嘴 即便她所言有假 我也希望她好好活着 言信又傻兮兮的笑出声 别笑了 快跟我说说 咱们有多少家当 往后一日三餐 一时住行要怎么安排 阿奶自不必说 爹娘 姑见那边 阿奶呢 你看得来 爹娘那边我自有安排 走 我带你去看看 咱们有多少家当 我原以为她牵着我过去 就已经很好了 没想到她竟要背我过去 美其名曰 要把那十年弥补回来 言信在这十年间 着实积攒下了 颇为丰厚的财物 其中数量最多的 当属金条 他感慨道 那些珍宝 虽说是有价无事 然而你我终究底蕴有限 见识也稍显浅薄 难以洞悉其中的奥秘 相较之下 还是这金字更为实在 一两便是一两 一金便是一金 清清楚楚 他的这番话 我极未赞同 那几箱子字画 随意地卷着放置在箱子里 我打开一幅瞧了瞧 除了觉得美观之外 实在看不出其他的门道 对于那些珍宝 我也同样只是觉得好看罢了 对于其他方面一无所知 终究还是金字银子更为可靠 虽说显得俗气 可预示无价 金银却有价 在我的一生生惊叹中 言信得意洋洋地问道 怎么样 你男人没说谎吧 安安安 没说谎 以后这些便都是咱们的家底 要妥善地藏在暗处 不能让外人瞧见 也切误告诉任何人 账上有万把两银子 库房里的 庄子 铺子那些 可以让外人知晓 有些东西 确实难隐藏 这地库里的东西 不到万不得已 绝不能拿出来使用 而且 这些财物并不在主院 而是在主院隔壁 言信练武的院子下方 再过去 便是花园 以及言信的书房和待客之处 回来的时候 言信依旧背着我 我觉得这个男人变了 心思愈发缜密 他或许还有其他的秘密之所 正如俗话说的 角图三酷 他若不愿意说 我便也不问 毕竟这些东西 已经足够多 足以让我几辈子 都不愁吃穿 言信 哼 我不停地喊着他的名字 到后面他罚了不再回应 我便去揪探耳朵 乖 叫相公 就不 欠收拾 我后悔自己嘴快了 尤其是面对一个十年未曾亲近女色的男人 第二天 我睡到日上三肝 若不是丫环福利吧 差点都起不来 丫环说言信一大早就出门了 吩咐不许打扰我 让我好好睡一觉 这人 生怕别人不知道他昨夜做了什么 夫人 你是直接用午饭 还是吃点别的 直接午饭吧 吃完午饭 丫环才说言信吩咐过 京城最大的成衣铺掌柜 已经过来被主子们量身做衣裳 老太太和姑奶奶们都挑选好了 那咱们也过去吧 要说这世上最疼爱言信的人 其实是阿奶 他的爹娘对他向来不看重 甚至大多时候都无视他 两个姐妹对他不好不坏 不过大姑姐对我挺好 小姑子偶尔会从我这里要点银钱花用 对我也还算敬重 不会白眼挖苦 嗨呦 我们将军夫人总算睡醒了 大姐 面对大姑姐的爷鱼 我十分难为情 拢了拢衣裳 想要遮掩一下言信的家伙情动时 留下的痕迹 大姑姐更是笑得合不拢嘴 都是过来人 不会笑你的 我赶紧去挑选一群款式 掌柜说言信买家了不少布料 银钱已付 样品也带来了 让我过目 若有不喜欢的花样 颜色可以退换 行 言信挑的颜色都很不错 有些比较鲜艳的我和大姑姐不适合 但挺适合小姑子 颜色厚重的则适合阿奶和婆婆 这些都很不错 就这么定了吧 是 小的回去 把需要做衣裳的布料裁剪后 便让人将剩下的布料送来将军府 辛苦 不辛苦 不辛苦 让人送走成衣铺掌柜后 婆婆在一旁感叹 我还是头一遭一次性做这么多套衣裙 也不知道大郎他们怎么样了 阿奶冷笑着开口对他 这么惦记他们 放心不下 明儿就坐马车回去 再跟前守着 阿奶当真是威风凛凛 这话我可不敢说 说了便是不孝 婆婆念如这说他不是这意思 只是感慨一声而已 那你就得拎得清 严信和他几个兄弟早就分家了 他愿意拉把兄弟是勤奋 不是本分 你做亲娘的不说一碗水端平 至少心别偏到搁着我去 否则别怪我直接把你们撵回去 婆婆小声应下 阿奶让他们都回自己院子去 没事别在他跟前瞎晃拥 留我说话 也是让我在管好家的同时 早点和严信生孩子 咱们的穷乡僻壤的 大夫医术也就那样 要不让严信请个太医来给你瞧瞧 咱们该痒痒着 该调理也调理起来 你年纪还不大 都来得及 我都替阿奶的 这是严信办的极为迅速 太医第二天就来了 把脉后说我身子康健 虽小产过一个孩子 但养得精细 调理调理便好 严信瞪大了眼睛 他并不知道我们曾失去过一个孩子 是我没有保护好他 送走太医 严信沉着脸坐在我面前 你瞒得我好苦 说吧 怎么回事 我斟酌了一下用词 一开始我并不知晓自己有了身孕 恰逢阿奶病得严重 我日夜照顾 身子不适 只以为是累着了 没往心里去 等晕觉摔倒后孩子没了才知道 想到那个失去的孩子 我一是心炉刀脚 严信气的踹翻凳子 怒合出声 他们是死人吗 阿奶就你个孙媳妇吗 他冷冷地笑了一声 是啊 能指望他们什么呢 阿奶能一个人养活几个儿女 几个儿女去养不活一个老娘 我能指望他们什么呢 严信蹬在我面前 脸贴在我的肚子上 哑声问道 你为什么不跟我说 战场上刀剑无眼 我哪敢把这事告诉你 让你分心 为此 我曾胶着过 抱怨过 恨过 但这些都不是针对严信 他没有对不起我 谢谢你为我照顾好阿奶 阿诺 我们以后定会儿孙满堂 一辈子好好的 一定会的 严信知道孩子的事情后 对他爹娘和姐妹的态度有了变化 他们在将军府吃着住着可以 但所有花销有了限度 超出了一分钱都别想得到 他们想把将军府的东西送回了家 那更是想都别想 严信找回来的管家 是他在边疆时出生入死的兄弟 少了一只胳膊 但很能干 他还从宫里带回两个妈妈 一个教我进宫面圣食的规矩 教我如何管家 与各家夫人如何交往 另一个教我如何调理身体 早些有孕 严信让我别总待在将军府 带着阿奶出去茶楼喝喝茶 听听去 到各种铺子转转 喜欢神就买 若遇上那位郡主 暂且忍一忍 别与之正面冲突 既然有可能碰上得罪人 那我便先不出门 把库房的东西整理一遍 心里清楚有些什么东西 值不值钱 值多少银钱 和阿奶一起好好调理身体 真想听戏了 就找个小小的西班子 在家里长 不贵 还唱得好 西班子的人有零钱银声 我们也得了乐趣 两全其美 忙忙碌碌一个多月过去 跟着两个妈妈 我也学到了不少东西 这时 宫里来了一指 皇后娘娘宣我和阿奶进宫 我们穿上最好的衣裳 戴上珍贵的饰品 怀着忐忑的心情 坐上马车 向宫里驶去 皇后娘娘美丽动人 十分年轻 说话声音爽朗 笑声也格外洪亮 这与我想象中的完全不同 严家阿奶你做 严信媳妇 你上前来 让本宫好好瞧瞧 皇后娘娘让我走近些 我发现她一只眼珠子 好像不会转动 另外一只视力也不是很好 果然是极好的 难怪严信放在心肩肩上 你是不知道 当初在边疆 她上阵杀敌那叫一个营猛 本宫想着她要是没娶气便许她一门好亲事 你猜她怎么说 她说娘娘 小的家中又一妻 她很好 是小的这辈子之爱 若娘娘要给小的三门亲事 小的只能以死谢罪 严将军忠肝一胆 信守承诺 她很好 你很有福气 我连忙应下 皇后娘娘夸在阿奶 夸她养了的好孩子 而且赞美的话语各不相同 反正那些一美之词 我是说不出来的 皇上驾到 皇上的笑声比起皇后娘娘 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 当她走进来时 我和阿奶跪着 恰好能瞧见她走路略显颠簸 与此同时 我还看到了一双熟悉的鞋子 那是严信的 我那紧张忐忑的心 顿时稍稍缓和了一些 严家阿奶快快起身 严夫人平身 皇上对着阿奶续航嫩暖了一番 随后感慨她养了的好孙子 TG当初在战场上 若不是严信好几次舍身相救 说起严信单枪匹马 前往雪山深处 寻找她与皇后之事 皇上忍不住哽咽出声 皇后娘娘在一旁 轻声安慰着她 这一次皇后伤了眼睛 针伤了腿 严信她差点就没能撑过来 严家阿奶 您确实养了个好孙子 阿奶红着眼眶连连点头 是是是 我家严信是个好孩子 严信重情重义 现手承诺 确实是个难得的好人 皇上和皇后在夸赞严信的同时 也夸赞我重情重义 她怒孝顺 这些年多亏她细心照亮 不然哪还有我这老太婆 阿奶说着 紧紧握住了我的手 皇上笑道 难怪进城那日 阿奶您这般护着弟妹 从一开始的严家阿奶 到此刻直接称呼阿奶 从严家夫人到弟妹 我受宠若惊 简直难以置信 皇上又说道 严信这家伙 桃花运可真是多 皇上 您可别乱说 那些女子对臣来说 可不是什么桃花运 简直就是恶运 她们哪里是爱慕啊 分明是爱慕我口袋里的那点银钱 和手中的权利 就说那平民郡主 她口口声声 一见钟情 钟情不轨 我言信 自己什么样子 我心里清楚得很 这世上折我阿奶 是真心疼爱我 阿诺不嫌我贫苦 皇上 娘娘对我谢有加 那些出生入死的兄弟 自不必多说 情义都在心中 那些莫名其妙 错到跟前表忠心的女子 哪个安好心 说句难听的 平民郡主 她能看得上我 她看上的是我手里 能调动 京郊十万大军的兵权 与其被自然惦记 这兵权 我便交还给皇上 而胡闹 朕才说了一句 你倒是委屈了一大堆 严信立即委屈地反驳 那不是皇上 您让臣说的吗 随后 两个已过阿历之年 加起来一甲子的男人 接琪琪冷哼一声 不去看对方 接着又琪琪 说了道歉的话 皇上是我的错 严信 是朕的错 皇后娘娘 服饿笑道 阿奶 弟妹 咱们不与这俩呆子呆在一块 免得也跟他们一样呆傻 走走走 本宫带你们 去玉花园四处转转 我立刻起身扶住阿奶 阿奶轻轻拍了拍我的手背 示意我安心 能跟在皇后娘娘身后 大殿内还传来皇上和严信 嘀嘀咕咕的说话声 我回头去看 只见两人正交头接耳 也不知道严信说了啥 皇上在他肩膀上拍了一下 你小子 严信笑着看向我 我赶忙扭开头 跟上皇后娘娘 在宫里享用了御膳 又得了不少赏赐 在宫门即将落索前 我们出宫了 上了马车后 阿奶忍不住说道 回去后 还得让厨房给我煮碗面 御膳虽好 可皇上 皇后娘娘都只吃一口 我们也不好一个劲的吃 主要是伺候的宫币 也不给我们多夹菜 我也忍不住说道 我也没吃饱 严信跟着说道 我也是 我们三人面面向去 然后笑了起来 最后严信提议 我们去酒楼吃都好的 阿奶笑着喝点小酒 严信给我倒酒 我笑着看着他 却不喝 为何 这酒不醉人 也不烈 但 我这日月是没来 可能有身孕了 严信愣住了 阿奶笑着 让人赶紧去请了大夫来 等大夫来的时候 严信在屋里来来回回地走 饭也不吃了 酒也不喝了 眼睛一直盯着我的肚子看 有娃了 我要当爹了 他哈哈 喝喝喝 嘿嘿嘿 等到大夫来给我把麦 说有些像 月份上前 还不确定 但也是八九不离时 严信让人给大夫赏钱 多给点 多给点 饭菜都凉了 他又让人重新整几个热乎菜 这次他不给我倒酒 倒是给我咬了汤 阿奶全程红了眼看着 笑着 忍不住摊杯多喝了几口 他拉着我和严信的手 放在一起 感慨道 你们要好好的 一辈子好好的 严信一个劲的点头 乖巧得很 再回主院的路上 严信说 过两日 我就让爹娘他们回去了 我有些不解 他们让我过记个孩子呢 我现在不论儿女 都算是有后了 留他们在家里 我怕 严信握紧我的手 我们已经失去过一个孩子 不能再失去一个 我不去害人 但防人之心不可无 如果他们对你下手 我能怎么办呢 杀了他们 杀不了 也打不得 倒不如早些送他们离开 等孩子生了 你把身子养好 京城也熟悉了 府里上下下对你 不敢养风 因为 再借他们来住上 一年半赛禁孝道 补住悠悠之口 这是我真不敢说 严信是起日忧天 他爹娘的心眼确实很多 而且他们还偏心 偏心的爹娘 最擅长以孝道压忍 杰富济贫 那这是得你自己去说 我可不想被人指指点点 说我做儿媳妇的 容不下老人 恩 公公婆婆 两个姑子 确实不愿意回去 他们都想留在京城 再把其他人接来 严信十分坚定的 要送他们回去 说他们既挂着家里 也免得家里人牵挂他们 东西准备了不少 七七八八的 但银子是一文没给 婆婆到我面前来哭 如今她是翅膀硬了 说娘我们走 就非要我们走 阿末 这些年家里人 但你也不搏 你去严信的李叔叔 让我们留下 再把他们接京 成了一家团聚多好 这算盘打的 算盘珠子 都快绷到我脸上了 娘 我也做不了严信的主 他们也知道 严信的主 不是谁都能做的 尤其是严信的一句话 当年爹娘说 舍不得大哥二哥 小弟去参军 你死相逼让我去 就是舍了我这个儿子 我的生死 荣华 与你们就没什么关系了 我愿意孝敬你们 你们拿着 不愿意孝敬你们 你们想告就去告 想闹就去闹 分就这么多 没了就没了 严信这话一出 他爹娘别说闹了 多余一个字都不敢说 也知道要不到钱 只能多要些东西 然后他们就被 护送着回乡了 然而 有些事情并不会 因为我们的退让 就悄然过去 在我确定有余三个月 尚未对外公布之时 平命郡主 再度在忠目睽睽之下 向严信表达了爱慕之情 严信立即以胎 又妻子为由断然拒绝 平命郡主恼羞成怒 威胁严信走着桥 她的走着桥 并非真被严信 而是以谣言污蔑 我不能声誉 称我是个不下蛋的老母籍 以此来对付我 我轻抚着微微凸起的肚子 望向急不归来的严信 你打算怎么办 严信冷冷地哼了一声 不过是秋后的马蚱 动达不了多久了 你这些日子好好待在府中 哪儿也别去 其余的交给我 既然她这么说 想来早已有了不属和决断 那日在皇上 皇后面前似是而非的话 果然是在给皇上上演要 暗示皇上平命郡主这般行事 是由她父亲默许的 李亲王有反心 才会派女儿出手 嘴上说着一见钟情 实际就是想要她手里的兵权 造反之事 握踏之鞭 岂能能他人酣睡 济鱼 皇上心里能一点疙瘩想法都没有吗 我有运是宫里太医把脉确定的事情 平命郡主 竟是丝毫消息都不曾得到 可见有人吩咐 不许太医多嘴多舍 能让太医闭嘴的人 除了当今皇上 再无他人 我听从言信的话 大门不出 天天在家整理库房 好东西看多了 眼界自然会提高 不认识的自见的多了 也慢慢认识会写 懂得了她的身影 看了忙忙碌碌的言信 我也会忍不住自问 我爱她吗 她爱我吗 爱这个字似乎太过空返 没有确切的定义 她对这个家尽心尽力 回来后总要先见一见我 看到阿奶 再去忙她的事情 她没问我要过银钱 就会往家里带 并告知我 哪些我可以随意处置 哪些不能乱用 至于她在外面有没有养外事 我哪里知晓 更不可能去查 想来以我这点本事 她若有心藏匿 我也查不到 仔细想想 我有什么呢 年纪大了 别只是个童生 娘家有几亩薄田 兄弟倒有所长进 考上秀才 但也到头了 若是为了名声 我不觉得言信 是看重名声之人 如今她带我好 我自是要带她更好 孝顺阿奶 养育好我们的孩子 其他的 人应待在该糊涂的时候糊涂 该聪明的时候聪明 该努力的时候努力 我努力学到的一切 即便将来发生不测 也能让自己不至于生物账务 想明白这些后 我要忙的事情也不少 京城汇聚了各地的能人意识 厨艺好会做各种糕点 甜汤的更是众多 我在跟着厨娘学习厨艺之前 都会询问他们是否愿意 并给一笔银钱 如果她愿意教几个徒弟 到时候开了糕点 甜汤铺子 她就是大师傅 能分上些利钱 我自己做过底层百姓 知道被欺压的苦楚 所以我不会去欺负他们 双赢 她好我好 大家都好 不愿意我一不会勉强 下去秋来 我怀孕七个月的时候 我在京城的糕点铺子 也开了起来 许是因为将军夫人 开了缘故 生意还不错 做糕点的管事娘子 回来禀报的时候 笑得眼睛都闭成了一条缝 恭喜夫人 贺喜夫人 夫人的铺子财源广进 夫人定能赚得盘满钵满 都是你们的功貌 把糕点做得好吃 相互吹捧一番后 我让她先回去 严信急急匆匆地回来 我头上都是汗 怎么了这是 李亲王被下狱了 王府已被包围 我回来跟你说一声 最近几日我回不来 你别睡主愿 晚上随便找间屋子睡 不要告诉任何人 我惊得身子都站抖起来 证据确凿吗 严信点头 到了这个时候 证据显然早已经准备好 就等将李亲王拿下 你安心去办差 我会好好照顾好自己和阿奶 严信临走时摸摸我的脸 眼眸里略有担忧 我忽然间就懂了 她不接我去边疆的原因 我在那里 是她的软肋 就像我如今在京城一样 她做什么事情 都有了后顾之忧 她怕有人拿我来威胁她 到时她该如何选择 是选择效忠皇上 还是选择我的命 无论她怎么选 这一辈子 她都不会心安 我去找阿奶 小声与她嘀咕起这一时来 阿奶感慨道 这世间富贵 哪是那么好想的 他们只知道严信如今飞黄疼达 哪里知晓她的不义 他们热恨严信送她们回乡 却也不想象是间接保了她们的命 阿诺啊 你看着安排就好 我都听你的 如严信所言 这世上也只有阿奶是真心真意地疼爱她 致她恐吓不义 我轻轻点头 把你的阿奶的手臂靠在她肩膀上 阿奶 怎么样才能做到像您这样的心胸豁达 不用心去体会 也要相信自己 阿奶只想你和严信分别十年 十年啊 一个巨大的鸿沟 你们之间是有情 但这情被时间给磨灭了 想要再找回来 就得用心 阿诺 严信带你好不好 只要你用心 就能想明白 阿奶轻轻拍着她的手 像是在哄我一般又道 她带你好时 你便带她好 她若带你不好 你也别带她好 咱们女子本就不易 更要爱惜自己些才是 我都听阿奶的 晚上我与阿奶随便寻了间屋子睡 也有些日子 没与她老人家同塌而免了 如今我有了身孕 还劳累她照看我 这点累算啥 老婆自我乐意着呢 严信四五日没有音讯传来 我第一次让人出去打她了下消息 说是李亲王府都被抄了 老的小的全部下狱 等待宗人府那边定罪 严信忙得回不来 让她身边小厮回来了一趟 让我安心 我知道事情大概已尘埃落定 但我还是住在阿奶的院子里 陪她说说话聊聊天 偶尔在花园里走走转转 皇后娘娘赏赐的 吻婆叮嘱我少吃 心乱油腻这些碰都不要碰 多走动 但走动也只能慢慢地走 不宜过快 平日里要心平气和 少费心思 舒心快活对我好 对孩子也好 吻婆所说的这些字字都在里 我都记在心中 并照着做 这个孩子要是保不住伤了身 这辈子我八九成是再也要不了孩子了 孰轻孰众 我心里有数 严信也明白 许是养得好 孩子在十日底忍不住就发动了 我想要我儿子 并不是我不喜欢女儿 我喜欢的 但我太清楚了 这事到对女子太过于苛刻 我疼得死去活来的时候 忍不住问严信 如果生了女儿怎么办 儿女都好 女儿我也捧在手心里疼爱 教她读书练舞 教她骑马射箭 咱们儿子有的 女儿一样有 或许我要的也只是这句话 因为我问过稳婆 她能否看出我服中孩子是男还是女 她说八九成是女儿 疼了一夜 孩子出生了 是的女儿 严信高兴是真的 我偷偷观察 暗中打量 她除了不给孩子换掉片 不会喂奶之外 问了孩子啥都能做 她别的都能妥协 却一定要我亲自喂养闺女 阿奶偷偷跟我说 她是怕你将来不疼孩子 严信她小时候啊 她娘没奶 我抱着这家讨几口 那家讨几口养大 她娘带她那是一点不上心 懂了严信的不曾言说 我也不拒击穿 我本来也打算自己喂养孩子 孩子和娘最亲厚的也就喂奶这一年 十来岁之前 那她大了 有自己的想法了 再大些嫁人了 有了自己的家 自己的孩子 我忽然发现人生好匆匆 更应当珍惜眼前人 洗三言戏要大半 被我劝住了 满月她要大半 我还是劝住了她 那周岁的时候 可不能再劝我了 孩子周岁 李李亲王一案 也过去一年多 慢慢淡出人们的视线 严信能对我劝住 显然也是因为这些 到时候不来你了 月儿也是我的孩子 我愿她风风光光 健健康康长大 许是生她的时候 我身子骨不错 月儿养得白白胖胖 活泼好动 让人稀罕得很 严信早上依不舍地去当差 下午回来得很早 军营里一般四个副将都算多的 她提拔了八个副将为她处理公务 甚至开始三天打鱼 两天善网 不去当差 天天在家带女儿 不少人劝我趁着严信日在家 早些再怀上一个 可她惹了大半年 等月儿都半岁了 才心急火聊了一次 要不是她日日夜夜都在家里晃 书房 电工房 陪女儿 陪阿奈几处来回转 我都要以为她外面有人了 我也问过严信 她怎么说的 你怀孩子那么辛苦 路都走不稳妥 生孩子痛到晕绝 我又不是禽兽畜生 你身子没痒好就碰你 万一你在怀上怎么办 我是什么都不用做就当爹了 我要是不心疼你 让你老母猪下宰那样子生 你那身子骨怕是很快就会垮 好痒的吧 咱们不心三年爆粮 五年爆撒 万事随缘 我能从边疆活着回来 能与你重逢 还能有个乖乖闺女 就足够了 我看着她笑 笑得眼泪都流出来 我不知道别的女子所求的是什么 却很清楚 我所求的 不过是有个至冷至热 有孝心 有担当的人 能支撑得起这个家 能为我们遮风挡雨 她有些缺点我能接受 因为我不会去否定她的优 阿诺 阿诺 刚刚月儿喊我爹了 严信抱着孩子 兴高采烈地跨不走来 她的模样逐渐清晰 就像她年轻时 从来不曾变过 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了 咱们下期见